这则新闻实在太惊悚到现在惊魂未定 观众朋友 在中东真主党超过4000名的成员 居然同一个时间 几千人身上配挂的BB扣 口袋里的上衣的挂在任何地方的 居然同时引爆 造成将近20个人死亡 4000多个人轻重伤 呼叫器这种东西已经很多年了 没有使用在我们一般民众生活上面 但是这一次在贝鲁特所发生这样一个爆炸案 居然被怀疑讲说 真的元凶就是所谓的呼叫器 也就是你刚提的这个BB扣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在17号下午的时候 居然他们还使用这个BB扣的民众 居然有人就听到说 我的呼叫器怎么突然就响起来 结果响起来没有多久 居然就发生了爆炸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一个人 这个是你看乱成这样的现场 此起彼落 你能不能想象 几千个人同时在那个瞬间 一起爆炸那很可怕 现在根据这个所谓的讯息来讲 截止到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 最少超过10个人死亡 而且造成4000多人这个伤亡 所以代表是他整个的爆炸的 这个威力可能不是很大 但问题是他引爆的地点非常非常多 所有上千只的这个呼叫器 是同时爆炸 那现在按照他们现在黎巴嫩 自己本身调查的这个结果 他们认为说整个呼叫器爆炸的原因 不是只是单纯的说 我的电路秀的或什么 他说第一个 他在这个所谓的电路板下面 事实上有被人家埋藏的 所谓的引爆的装置 他透过什么 透过简讯来引爆 而且更夸张的是他们居然在 这个所谓呼叫器的内部里面 找到了3到5公克的微量炸药 那这样一个炸药 你会觉得3到5公克好像不大 但为了他爆炸的这个地点 跟他的这个所谓持有的 反而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状态 连据你现在描述的不是一个两个五个十个 五千个耶 从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工厂 送出去的BB扣里面 居然出了这个工厂 5公克的造药 已经被埋在BB扣里面 随时等着昨天这一刻的惊悚 同步引爆啊 所以呢现在大家非常好奇的是 如果你今天拿到的是来路不明的 这些所谓的BB扣 你很有可能是被埋进去了 但是他本来设置的工厂就是在黎巴嫩里面 那是不是有人渗透进去的工厂呢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被传出来说 很有可能是摩萨德已经策划 最少两到三年的时间里面 为什么 第一个 他在呼叫器生产阶段 可能就已经被植入了炸药 因为当你开始这个呼叫器 接收到讯息的时候 等于是启动了他的这个所谓的启动 那这个呢发出BB声之后就开始爆炸 而且你知道就周边的人来讲 你在画面上有什么看到 好多人其实他都是 觉得我的BB扣 怎么开始在响了你知道 甚至是什么 感觉稍微说 我口袋里面这个BB扣怎么变得很热很热 你看画面上面那一个 倒下去的戴帽子的那一个 他把他那个呼叫器放在包包里面 结果能够爆炸下去之后 他躺在地上哀嚎 旁边的人 其实你看那个旁边那个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还想说你怎么挡在这个地上 但是周边的人都跑走 就是他的BB扣就发生了这个爆炸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都讲说 他们一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觉得说口袋先非常的热 然后把手放进去口袋 想说到底什么东西这么烫 不是我们BB扣吗 结果没有想到接下来 这个呼叫器就被引爆了 观众们再看一次这段画面 引爆的同时 俯拍的镜头 两个人要逃离撞在一起 有没有 换句话说 这个爆炸不是来自于 单一一个人身上的BB扣 而是很多人身上 当你握有这个BB扣的时候 你是一起同时被引爆的 这个是怎么难你想象的 这个可怕的情况 而且你刚描述了 发烫 低头查看 下一秒就引爆 这个三部曲 就在短短的三秒之内 会发生的事情 难道都在摩萨德 最后居杀的剧本里 他早料到 你会有这三个动作 所以如果放在这个口袋 我低头一看 我会炸到我的脖子 炸到我的脸 炸到我的眼睛 可能包含心脏 放在口袋里 我就会炸到鼠息部 而且如果你在旁边有这个所谓 易燃物品的时候 很可能就发生另外一次的大规模的爆炸 所以现在大家就非常仔细讲说 如果我今天这个引爆的地方是来自于呼叫器 而且这么大规模几千支呼叫器同时引爆 那一定是做呼叫器的厂商有问题 好 到底是谁做出来的 很有炸弹的呼叫器 来 导播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这个是整个炸毁之后的样子 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条码 你看到放大以后条码在这个地方 一查下去不得了 居然来自于台湾Republic of China 这个是台湾做出来的BB Call 那我们就被卷入了中东的争端了吗 事实上只要有条码就可以做溯源 那这一溯源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传出来说 这一批这个所谓的呼叫器 是由台湾的厂商一个叫做金阿波罗的 这个公司所制造的 而且还讲说这些呼叫器是不是来自于台湾呢 结果这个金阿波罗的董事长许清光 他立刻就出来否认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一次爆炸的呼叫器 百分之百不是台湾制造的 是所谓的欧洲公司制造 而且为什么 他就讲说我们东西被人家贴牌上去 所以制造的其实不是我们 只是被人家贴了我们的牌子 所以他说金阿波罗也是受害者 他们要提出跨国的告诉 贴他牌的这个人我们进一步深挖进去 是三年前前来谈合作的欧洲经销商 他说既然你们大名鼎鼎 我就在欧洲帮你开拓市场 但是让我们制造 你授权给我 我们贴你的牌 其实把市场搞大 把市场做大 有钱大家赚 倒也没有问题 可是怎么会在三年之后 卷入了这一起无端的中东杀戮呢 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好奇 说是你是不是在原先在黎巴嫩设厂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规划进去了 你在工厂制造端的时候就已经把炸 否则你今天要每一个一个拆开 然后把东西埋进去 最重要的是 不是买那个三到五克的炸药 是你如何让你的接收器的 那个码接收的会变成爆炸码 那个要在原始端的时候 设计就要把它埋到里面去了 所有刚刚任俊形容的 这一些埋进去的动作 我们就高度怀疑 现在世界媒体都盯着看 是摩萨德所为吗 而且现在外界也认为说 摩萨德为什么在这一次 要同时做这么引爆这么多只的 这个所谓的呼叫器 他其实也在行述一个 很恐怖的一个形象 就是我今天随时都可以掌握你在哪 而且我可以掌握你的性命 被盯上的都没命了 对摩萨德来讲 其实你讲说暗杀这件事情 他没有要跟你搞秘密的 为什么 在他们的想法里面 我就是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而且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事情是我干的 你才不敢欺负我 所以你刚刚提到了 这个其实是当年非常有名的 一个阿道夫 那个艾希曼的一个 被绑架的一个世界 那事实上在过去 这个以色列 那个犹太人被大屠杀的时候 那根据他们调查结果 就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叫做艾希曼 就是在犹太人的集中营 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面 大幅去按那个屠杀 犹太人的这个凶手 你知道吗 他们形容是纳粹最后的筷子手 我如果没有除之而后筷 我怎么扛得起 对得起摩萨德的这块金字招牌 那个艾希曼他自己也知道 就以色列对他恨之入骨 所以二战之后呢 他居然他就躲到那个战俘里面 然后偷偷的就离开了 这个他们在追捕的地方 跑到了这个阿根廷去 跑得更远了吧 那结果摩萨德 我跟你讲 他跑很远 但是摩萨德没有放弃 你知道 摩萨德就一直派人 去找他的行踪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以艾希曼来讲 他不断的那个艺容 然后也不断的改变他这个外貌 所以其实摩萨德 当时要抓他的时候 也费了非常大的一番功夫 结果你知道吗 居然有一天 这个摩萨德这边 接获一个密报 那有一个这个眼睛 看不见的这个犹太人 他说我跟你讲 他就通知那个相关单位 就说我的女儿 在跟有一个这个男孩子在交往 可是我觉得那个男孩子的 那个爸爸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在追捕的这个艾希曼 那你知道吗 当时大家就觉得说 怎么可能 结果这个这个看不见的 这个犹太人 他就讲说 因为我有听到我的女儿 跟他儿子在 跟他男朋友在讲话的时候 他有提到说 犹太人应该全部都离开这个世界 甚至还提到说 哇 说什么你爸爸 是什么大屠杀的这个幸存者 他就觉得很奇怪 言谈之间 小孩子怎么可能会提到 当年大屠杀的这个事情呢 这就是线头 然后顺藤摸瓜 摩萨德一步一步进逼 当时如何 不怕疼疼 怕打草惊蛇 远距离去测他的下巴 去测他的鼻梁宽度 去测他的瞳孔宽度 摩萨德可以做到这样啊 事实上第一次摩萨德 要去抓人的时候 他们以为说不可能啊 这怎么会是他 所有措施的良机 第二次呢 再被追踪到这个所谓的 艾希曼这个下 那个行踪的时候 你知道吗 后来的摩萨德不敢大意 他们先派人啊 远远的偷拍他的照片 你知道 那照片一拍下来之后呢 他是现在的这一个 疑似是艾希曼的人 他们手上有几十年前 那个艾希曼原来的这个照片 补官 你知道吗 他们居然啊 慢慢的拿去比对 比对什么 他说你人在什么 艺容跟改装啊 你的眼睛 瞳孔跟瞳孔之间的距离 不会改变 还有你鼻子跟下巴的这个距离 你可能可以改你的外貌 但是那个公分多少 你改变不了 人中这个地方没办法改 完全没办法 所以他们用这个方式去比对 发现到说 这个应该就是他们已经抓 找了好几十年的 这个叫做艾希曼的这个本人啊 就是他了 最后只剩抓拿 怎么把他抓活的 抓回以色列呢 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觉得说 不对啊 你就暗杀他就好 把他杀掉就可以 他说不行 我们就是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 我们要抓的人 一定抓得到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那时候就去找说 艾希曼你本身的 这个固定的行踪 那时候就知道说 他每天都会搭公车 你知道 那搭公车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策划 就说你公车什么时间 到哪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人上去这样抓 然后把他给 这个把他给带走这样 结果没有想到 那一天在行动的时候 还真的 你千算万算 有时候会失算 因为那天公车刚好误点 他晚了二十几分钟啊 你知道当时参加这个 所谓的绑架的这个 那个干员啊 他们就讲说 那真的是他这辈子 最难熬的一次 为什么 他很担心任务失败啊 那结果呢 那个整理成功的 把这个所谓艾希曼 这个来一下之后 因为他给他先用 那个麻醉药嘛 让他给迷婚 可是重点是 你今天是在哪里 你在阿根廷 我要把他带回以色列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们居然动员了 大量的人 他们把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把艾希曼 打扮成说 他是一个受伤的人 然后坐在那个轮椅上面 也不能动这样 然后大批的干员 自己化那个 假扮成医护人员 然后上了一架 这个所谓的 以色列的专机 那上这个 以色列专机之前 他们也都很担心说 会不会被人家发现 因为我这是掳人 没有到勒索 但我这抓人 会引起国际纠纷 结果你知道 这件事情最扯的 也是在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情报里面 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是 阿根廷根本不知道 艾希曼已经被抓了 就艾希曼 但阿根廷完全不知道说 我们有人被保险 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都不知道说 我们少了这样一个人 医生是假的 空服员是假的 全部都是摩萨德的干员 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一直到了他们上飞机的时候 他们干眼才觉得全部都松了一口气 而且立刻就糟告全天下讲说 我们当时要抓的屠杀 这个犹太人的凶手 我们现在已经把他抓到 这一起既中既迷中迷 今天晚上来看更悬了 观众朋友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 无差别攻击 昨天BB Code同时大爆炸 超过4000人轻重伤 原来只是序曲 你现在看到的是更恐怖的攻击 日本制造的对讲机 在当地也无差别的开炸了 电动车炸 摩托车炸 房子炸 只要电子设备都爆炸了 连环报前几分钟 以色列防长打电话跟美国说 他们要行动的 金阿波罗说 不是我们台湾做的 也一台都没有出口 然后匈牙利的代理商说 不不不 不是我们 我们没有制造 那就问 在哪一个环节 又是背后的长期人 谁在哪里 安了这个炸药 送进了黎巴嫩 专家在要讲这一题之前 我都默默的先把我手机放到旁边 然后我要装这个麦克风之前 我都犹豫了三秒 你怕他会炸 心里搭起人战 太可怕了 这里是台湾 什么东西都会爆炸 我不是真主党啊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给你讲 现在真主党心情就是这样 吓坏了 前一阵子我们讲 是不是才讲说BB code爆炸事件 数千枚BB code 瞬间同一个时间 在同一个讯号传递之后爆炸 结果当今天他们要干嘛 办丧礼 就是说哀悼这些人 结果我们也想要参加丧礼的同时 碰 又炸了 就是各位看到这个又爆炸了 你看到现场大家我们讲 鸡飞狗跳 人呢我们讲的非常的惊慌错乱 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因为在现场爆炸的竟然不是BB code 大家当然学聪明啊 BB code丢旁边啊 你知道放什么吗 对讲机 连对讲机都会炸 对 连对讲机都爆炸 甚至呢我们讲了 连这个不信尼娜的这种大体 也在现场爆炸 你讲了多少 20尺哦 450尺 所以你看哦 整个现场画面是混乱 那理由很简单 你就问余璇 他们用对讲你干嘛 当然啦 因为哦 黎巴嫩真主党 怕什么 手机不敢用 FBI CIA 美国或者是以色列 摩萨德 会去监控我 所以我就用对讲机 这种土字的 双双光光 对不对 你摩萨德抓不到我了吧 结果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这样 他们连这种真主党专用的对讲心 也锁定了 再三爆炸 所以各位 我就反问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真主党 你会想的 还是我要回到实际时代 因为 如果我全方面所有的东西 都遭到渗透 都遭到监控 那还有什么电子设备 是安全可以使用的 BB code会爆炸 连对讲机都会爆炸 刚看到的这个桑里的现场 只是第一个开场的序幕 后面一个一个的画面 告诉你 如何炸到他们措手不及 怎么又来了 跟鬼妹般的如影随形 居然哥是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桑里不是他们要攻击的主体 他们要攻击的主体 所连对象是什么 不是地 是人 代表你只要跟黎巴嫩 曾组长有关系 有联系的所有相关等 可能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曾组长被炸 所以会去出席桑里的是谁 曾组长的人 那首都贝鲁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也是陆陆续续 零星各地传出爆炸事件 我们会讲应该都是曾组长 为什么会这样讲 包括你看有一个商家员工 上班上来 不 走死人 他瞧我的 瞬间就爆炸 那那个爆炸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威力 跟BB code不一样 不一样 那时候爆炸的时候BB code是什么 他就放在腰间 BB code就放在腰间 他的火药 大概我们讲一当量大概两三克而已 所以爆炸的时候 对你瘴气攻击 但刚才看到那个不是 刚才那是什么 那个是大规模的爆炸 所以那个代表 至少他的火药量是什么 三倍 而且你看这是什么 太阳能设备 连这种太阳能设备 对讲机到处 反正你只要跟电子产品有关 你只要跟曾组长有关 等于说他先锁定了人 再针对你这个人 可能使用到的产品 一一的我们讲的锁定 然后包括连太阳能板都会爆炸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所有的这些曾组长的成员 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躲到青山拉拉里面 否则没有一地方是安全可以幸免的 每一起爆炸都是一个谜团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看到这把火 这个浓烟炸开之后的 那个日本制造的对讲机 你要知道 他已经停产十年 整整十年了 哪里弄到这些 会伤人会杀人的对讲机呢 对怪就怪在这边 我昨天讲到BB COST说什么 金阿波罗台湾的厂商 大家吓死了 各国媒体都在访问 结果发现金阿波罗说没有啊 我授权给匈牙利 结果匈牙利找到说没有啊 我只是代理伤 而且匈牙利那个只有一个人 现在大家怀疑说 哎不对 匈牙利那个很有可能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以色列特工所假扮的 也就是把台湾的东西拿去用 日本的这个状况一样 日本的这个厂商叫做艾可牧 那艾可牧的问题是说 他这个型号 也就是呢 真主党所使用的型号 早就已经大量停产了 而且根本就没有使用 为什么2014年已经消失的东西 到现在还会存在 所以他们合理怀疑一件事情吗 就是说要嘛 就是我今天叫厂商叫货了 你要想想看哦 今天为什么有办法安插在真主党里面 代表真主党有这个需求 对 他要着到什么地步 他要先掌握你的需求 而且掌握你的需求的时候 你向外叫货 对不对 满足你的需求 对 你可以叫BB Call 但是你可以叫ABCDEFG 很多厂商嘛 没错 那你可以叫队长机 你可以叫很多厂商嘛 所以叫做代表什么 他们埋伏已久 等到你意这个需求出现之后 定够了对不对 我中间马上给你拦截 我就喂给你了 拦截之后可能不知道 从台湾这边呢 不知道从哪里去调货 从我们讲的 日本这边不知道哪里去调货 怎么共通点 美国 金阿波罗说我们有消亡美国 那我就请问日本这个厂商说 我绝对没有消亡中东 我相信 台湾也没有消亡中东 那请问有没有可能消亡美国 美国有没有可能做一个 习惨的第三方在地协力 然后转给我们讲以色列 非常有这个可能嘛 因为他就是拦截这个需求之后 用其他的名目 不要引起真主党的 我们讲的怀疑 然后在过程当中 可能化零为整 什么意思 叫来一个零件 中间再把它改造 安插火药 这时候再送给真主党 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的 非常大的我们讲攻击行动 因为你仔细看 现在日本厂商都说不对 因为我们讲 黎巴兰那个东西 很有可能是仿冒品 我们早就已经没有停产 而且我们不消亡中东 但我们各位 如果说是仿冒品的话 这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既然要仿冒 那为什么以色列不干脆自己 打造一个型号 以色列的科技去做对讲 GPP 会很困难吗 对不对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他是用台湾 以及Japan 这两个名义要干嘛 降低真主党的戒心 因为如果来自国外的产品 我自然而然我就不会怀疑了嘛 搞不好就我们讲了 这个摩萨德 试试看嘛 借刀杀人 借着台湾人民 借着日本人民 让以色列 让黎巴兰真主党降低戒心之后 再借银一举击杀 过去48小时你所见证的 包含了VP Call 包含了对讲机 此起彼落的爆炸 全境遍地开花 无差别的炸 会不会导致于中东的战争 全面升级 全面战争呢 搞不好这就是以色列希望的 因为各位你仔细看 他不断的在居杀他们成员当中 如果说不是你干的 对不对 如果说不是摩萨德干的 他会说什么 他可能会出来神奇 但他不是哦 他说我代表随时都可以找到你 I will find you and I will kill you 局势升温是当然是有 但是以色列防长好像也没在怕 他说什么 战争新时代来临 所以我就讲了 会不会这才是这整起大秀的目的 他就是希望 我们讲的 你能够跟我们来全面开战嘛 全面开战反而很像是以色列希望的嘛 因为当现在这个爆炸之后 连BBC都在讲说 真的非常有可能引发全面战争 那有没有反应 有 曾组长马上反斥 用40多枚火箭弹 我跟你讲各位 40多枚火箭弹 对于我们讲曾组长来讲 小Case啦 那不是大中的啦 不是大中的啦 但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呢 有没有被打到 没有 他反过是反过头来 闪及尼巴嫩 也是用凸击的方式去 再度去攻击你的基础设施点 所以各位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 希望能够降低局势 降低局势的冲突的话 不应该是这样做 所以很显然 双边现在 藉由这个BBCO 藉由这个对讲机 已经开始一触即发 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晚上这样 台湾的观众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 中多冲突 这么高度关注 为什么 因为这个杀人的BBCO 呼叫器 金阿波罗公司说 这个绝对不是台湾制造出口的 而前来接驾 担任欧洲经销商的 薛尔利被怀疑是空投公司的经销商 也说这不是我们制造的 我就问 那谁制造 总有人做吧 哪一个环节在什么地方被植入了 这微量的隐形炸药呢 这个国内的公司被涉及到 国际恐怖事件里面 我看国安单位非常重视 你知道 他今天就约谈了 金阿波罗这个董事长 结果他也就讲说 其实他整个事件 是这个三年之前 有欧洲公司来找他 而且跟他说 我们有一批这个产品 可不可以贴你的这个牌 结果他就说他当时的立场是说 不想让这家公司的工程师失业 所以他就授权他同意了 但现在更奇怪的是什么 你知道因为原先找金阿波罗 谈的这个叫做BAC的这个公司 他的执行长叫Christina 他现在也被这个国外的媒体找到的时候 他说也没有啊 我本身也没有参与制造啊 而且说我就是个中间人 你们搞错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什么样叫中间人 当时是谁跟你接头 要你从这个 跟你接完头之后 要你来找金阿波罗的 这一块你总要讲清楚 这不是搞错的问题啊 而且你看到 所谓的授权贴牌的意思是什么 你做 你负责做 我授权给你贴我的logo而已哦 不是我做啊 所以这些东西 到底在哪里生产制造出来的 都像是个名 你的公司现在也被质疑说 你登记在匈牙利啊 但你很可能是一个空壳公司 对 因为他登记了住址啊 后来这个所谓的记者 到县址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好像是一个民间住宅 根本不像是公司 而且呢 他这个登记地方在这个地方 你还看到画面上面 也没有任何公司的招牌 全部都只有用一张啊 把那个A4的纸啊 列印说我告诉你 我们这边就是一家公司啊 而且你知道 再去看他的商业登记 发现他在2022年登记的时候 他整个公司只有登记一个员工 就一个经理而已耶 你不觉得很诡异吗 这样的一家公司 一人公司 那分明就是人头 就长这个样子啊 所以匈牙利媒体 他就下去找 发现到说 这一个登记的 这个所谓的BAC公司 他自己本身没有生产任何的产品 而且呢 他登记的业务叫做管理咨询啊 那现在到底谁委托你去管理 去咨询这件事情了 BAC也都不讲 而且更奇怪的是啊 在这个登记地的 这个附近的邻居讲说 那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过 人家来这边上班啊 谁会知道这家公司 我们都以为这是一个住家 好 我就问了 今天都已经找到这个地方 找到Kristina的 问进去 洗进去 查下去啊 他到底什么底细的呢 他的专业领域是在 国际关系跟商业发展技能 而且还有什么玩笑 他说而且我对于所谓的 量子力学跟灾难管理 也都是我的专场啊 好可怕 国际关系你也懂 量子力学你也懂 灾难管理你也懂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通天的专才啊 但是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些 灾难管理国际关系 现在在这个是不就引发 跨国的这样一个纷争了吗 所以他的这些专业 事实上就被质疑讲说 你会不会 你这个本身的身份也很奇怪的 包含到什么 纽约时报就讲说 你这个BAC很有可能 是以色列创立的空壳公司 所以背后老板真的是以色列 再摸上去 会去摸萨德吗 而且你知道吗 纽十二说法是说呢 他假装就是说 我是国际呼叫器的 这个生产的厂商啊 因为一般民众老实讲啊 现在手机通信 我们不会再用呼叫器的啊 手机通信很发达啦 我真的有事一般民众就是打手机 但你如果怕被窃听 我可能就转纯用BBCO这种方式来做 所以呢 是不是这个真主党因此这样 而被上钩 上钩了 而且你知道吗 纽十当时啊 这个国际还有其他媒体也都讲说 不只是这个所谓的BAC 有可能是空壳公司 以色列可能最少还成立了 另外两家空壳公司 而且呢 里面这些所谓的这个 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人 他的真实身份 很有可能叫做以色列的特工啊 所以你讲到这两个 我恍然就明白了 如果这个是摩萨德布鲁三年的局 摩萨德养了这个CEO 成立了这个空投公司 成立了第二个空投公司 成立了第三个 我都在卖你们最想要的BBCO 学了说来买 你买了我就有机会 在里面塞毒 卖给你了 而且看起来啊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有一个阴谋的话 那这个阴谋 其实他的策略非常非常的深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你今天随便去找一家厂商 人家也会质疑讲说 你这东西品质好不好 他就会找到金阿波罗的这件事情 对台湾民众来讲 可能对这公司不是很了解 但是你看他生产的这些产品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用得到 比如说像这个 像圆盘型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 他就我们现在到大卖场去点餐的时候 不是都会跟你讲说 好不好震动后取餐 煮熟了 餐好了他会跳 他会跳嘛 震动后取餐嘛 他会还有那个闪灯在那边闪闪闪闪 就是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产品 那这一家金阿波罗公司 他的资本额是一亿元 但员工不多只有36个人 但重点是什么 他研发设计制造这些 所谓的无线通信产品 他的品质跟你讲说 我提供10年产品保固 一般保固大概就是 一年两年了不起 他说我可以给你这个10年 用不错的啦 所以我们虽然很久 我们台湾其实对通信机的 这个呼叫器的业务 事实上那个通信业务已经中止了 可是在国际上不是这样 包含到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之前也找过 这个所谓的这个金阿波罗公司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他说我需要的这些 所谓的通信产品 是需要有极度保密的 而且是不能够被别人给破解 他们也找这个所谓的金阿波罗 做什么你知道 文字型的对讲机 你知道他们在全盛时期 整个的这个市占率 在荷兰的市占率是99% 美国市占率是60% 都是最大的耶 而且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 美国联邦调查局找他合作的时候 唯一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是什么 他说你所有的这些所谓的零件 或者是这个零组装 不能够在生产中国生产制造或代工 所以高机敏 高保密的这个特质 是不是也让摩萨德 看上他们的原因呢 所以我就讲 就是说当今天 如果是摩萨德策划这些的时候 他也是很慎重的 在挑选这个厂商 但只是因为这个挑选 这个厂商的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我们这金阿波罗公司 已经出来讲说 这个东西事件 从头到尾跟他都无关 而且他为这件事情 要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利 说真的你的产品 被是画面上这种所谓的连环爆炸案 被认为说是被用来做的工具 对他的商与是有多大的打击啊 好 原之 我们看到了在黎巴嫩 5000个BP Core 同时被引爆 变成杀人的写地址 上面贴着 台湾系纸 金阿波罗公司的logo 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厂商说不是我们做的 不是main in 台湾 讲的跟我们台湾无关 但我们的政府第一时间讲说 这是我们做的 只是说外销之后被做手脚 所以我真的拜托我们的政府 你在没有查清楚状况的时候 你不要随便发言 因为你的随便发言 是会让台湾置入险境 然后第二件事情 这个金阿波罗他讲说 这个跟他合作的这个 欧洲厂商BAC 在台湾实际上是有办事处啊 我就非常想 他在台湾有办事处等一下 他在匈牙利只是一张 A4的纸张 你根本走过去 你都会错过 不会注意到他两眼的 他在台湾有办事处 在内湖有办事处啊 所以昨天第一时间 那个老板啊 说他看到这个新闻很生气 他打电话到这个内湖办事处 去骂人 去骂人啊 那我想问我们的国安团队啊 你有没有掌握到 这边有一个办事处 而且你外国公司 在这边设办事处 你也是要有登记嘛 你要有金流啊 外资在这边要有金流啊 请问你有没有掌握 就是金阿波罗的协力厂商 忽然间在两年内 说要自制BBQ 然后这个金阿波罗的老板 才好笑 老板说他也觉得很奇怪 包括付款方式 包括为什么他要做这个 过时的BBQ产品 老板都觉得很奇怪 那老板觉得很奇怪 你都没有提高警觉 然后那我们国安团队 到底有没有掌握 而且这个老板 真的好心叫他针 你看 因为不想让BAC的工程师失业 我才授权贴牌 结果 我自己先把他惹货上身 妈咪砖倒灰 对啊 对 然后 那个俊阳哥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非常奇怪 就是照道理来讲 贴牌 贴牌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国外生产的BBQ 贴金阿波罗的牌子 可是 他在那个制造的 产地那边 他不会写MIT 他应该会写MI 就是Made in欧洲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写Made in Taiwan 所以很多事情 都会让你觉得非常奇怪 那我觉得我们关心的是这样 第一个你要去查真相 所以调查局什么有去查 OK的 你要查明真相 第二个就是说 你不能够让台湾置于险境 那这个事情的爆发 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国安团队 一开始是荒腔走板的 就是没有掌握好状况 然后还有 我今天还在媒体上面看到 我们的国安人员的带风向 他们 发给一个记者 写一篇报道 那个报道就讲说 这个事情 很多境外势力 又想利用这个事件 来攻击台湾 然后就举了很多不同的网站 讲说 什么 特别故意 他说那些网站的新闻 都刻意去提到说 这个BBQ是台湾制造的 所以刻意要把台湾 跟这个恐怖事件 做一个连结 然后是国安人员去讲的 就是怀疑又有境外势力 在攻击这个东西 而那些境外势力 跟中国大陆又有关系 就是 现在又在 又在带那种抗中的风向 就说 中国大陆又利用这个事情 想要 危害台湾安全 我真的觉得国安人员 你真的不要这么闲 好不好 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不要让台湾自无险境 你就好好去查 你去查清楚 然后要 很大声的 用力的告诉全世界 台湾跟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对这个事情 也很遗憾 不要再去带这些风向了 带这些风向 对台湾人民的安全 没有帮助 曾主党 超过4000名的成员 居然同一个时间 配挂身上的BBQ 同时被引爆 将近20个人死亡 超过4000个人 轻重伤 现场犹如大屠杀一般 你想 像不像我们看过那部电影 金牌特务 被植入晶片的每一个政商民流 一个按钮下去 通通引爆 太可怕了 而更让人震撼的是 这一批呼叫器 背后公司的地址一查 居然来自台湾 今天马老师要告诉我们 怎么可能这么单纯 不过的BBQ 会被安装的隐形炸药 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背后真的是摩萨德吗 我们一开始 放了一个Kingsman的影片 给观众看 金牌特务 那是金牌特务店里面 最夯的一幕 大家脖子这边 被植入了金片 然后瞬间引爆 世界权力重新洗牌 这个世界的权贵 通通都走了 当时看 哈哈一笑 这种事情在现实 假的不可能发生 就没想到以色列 摩萨德 居然做出了惊天动地 我是认为是 毁天灭地的一场戏 居然在五千个BBQ里面 变成死亡杀人利器 现在已经知道造成了 死一死四千伤 几千个人集体爆炸 这是多可怕的事情啊 大家看多可怕 整个黎巴伦变成人间炼狱 到处都是倒地的人 肚子受伤 腿也放在口袋里面 腿部受伤 BBB想拿起来 脸部受伤 头被炸掉 到处是雪淋淋的可怕景象 每个地方受伤的部位 都是不一样的 连伊朗驻黎巴伦大使 阿玛尼居然也被BBQ给炸伤掉 老师你现在描述了这个场景 导播我们继续看 这个画面换句话说 你如果放在你的衣服的 上衣的口袋 你发现它发烫了 你低头一看 下一秒它就炸开 连这么简单的一个三秒钟 都在摩萨德的剧本里吗 我敢讲 摩萨德太厉害 太厉害了 他这次为什么这么精准 他只是五千枚BBQ 居然现今十一死 四千伤了 这么精准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大家看 现在死亡的十一人 居然出来 导播一定要照一下 这十一个人 都是真主党的成员 他是精准斩首 精准 所以死的 都是真主党的成员 BBQ 第一点 精准到不行 第二点 更厉害的就是 他在爆炸之前 他会发热 发热的时候 你就会拿来看 为什么会发热 对啊 砰一下就把你炸了 第二个 他会发简讯 对 重要简讯 你就拿来看 对 砰一下就爆炸了 第三个 他会发BB声 是 BB声 砰一下就爆炸了 所以你看 这是在市场 拿出来看到没有 对 你看 有BB声 各位可能影片上你听不到 这个是有那个BBBB的声音 有响的 带帽子那个人 对 就倒在地上了 所以 整个 好 现在5000枚 BBQ爆炸 导致什么 医院 根本来不及 收容病患 你看这个也是 柜台 这个人手机也响了 这边手机也响了 整个手机 他都响了 可是你听不到 你看他拿手机 每个人都在响 所以 所有的医院 现在 黎巴嫩 都已经紧张得要命 救护车 整个街道上 都是救护车 好 现在有两个问题 是台湾人 比较关注的 第二个问题 摩萨德 怎么做到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都说 手机会发烫 因此专家 包括了 那个 《纽约时报》都说 是 这个 摩萨德 又有一种遥控 请让那个 锂电池 发烫 过热之后 锂电池爆炸 所以每个人都会觉得 热 锂电池爆炸 但是 但是 现在第一个 这个说法 居然被戳破了 你知道为什么被戳破 为什么 BB code不是用锂电池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 让锂电池发烫 我问你 那它是用什么东西 那还有什么可能 造成 它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跟 三号碱性电池 对啊 好 三号碱性电池 好 那第二种说法又出现了 第二种说法说 它在这个 三号碱性电池旁边 就在旁边 放了一个 一 这个三 二十六公克到五十六公克 的一个围形 炸弹 然后它用遥控 把它 遥控爆炸 但这里面又有个问题了 五千个 五千枚 BB code 你在旁边放个 微型炸弹 那是多大的工程 不是 没人发觉吗 对啊 我BB code 五千个人都不知道 不是 我要换电池 都没发现 不可能 我要换电池 而且你检验也要通过 对 那都没发现 是 好 第二个 讲法又不通过了 第三个讲法 实现是最新的讲法 它是在电池里面 注射了一个 混化学混合液 里面有一种 炸药的药粉 然后又把它引爆出来 好 老师讲到了 今天最重要的 一条线索跟线头 等一下 我们要顺藤摸瓜 摸进去 到底这个炸药 杀伤力有多大 过去 摩萨德 他们用过这个 去执行他们天涯 追索 杀人的 这个暗杀任务吗 德亚老师要来告诉我们 今天最重磅的 先回答我们的问题 这个BB扣一翻开来看 看到没有 这边都会有索引 都会有八扣条码 一扫过去 居然来自于台湾 Made in Taiwan 在这里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它是细子的一个 金阿波罗 金阿波罗细子的厂商 这有36个小厂商 哇 这一下不得了了 好 结果老板出来一讲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他说三年前 有一个奥地利人叫Tom Tom大公司说 我很喜欢你产品 我变你代理商 好 他就把代理权给了Tom 结果这个Tom有一天说 我发明出新的BB扣 我贴你的品牌好不好 他说OK 好 你贴我的品牌 我就怀疑这个Tom 是摩萨德的 等等 如果他是摩萨德的 一个奥地利人 来我们这个地方 谈授权合作 那是三年前的事情 你是说摩萨德为了狙杀 真主党可以 这条线布了三年 我告诉你 现在只有我大胆地说 这个Tom是摩萨德的人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这样讲 这Tom取得这个BB扣授权之后 他瞒天过喊 你怎么做件事 什么事 BB扣的工厂 设在哪里 在哪里 黎巴论 工厂设到黎巴论有个什么好处 不必经过海关的检查 全部都不必检查 工厂直接设到黎巴论 问你黎巴论工厂生产的 你会不会怀疑 不会 你会不会觉得它有问题 不会 我国内生产的会有问题吗 设在黎巴论 所以生产以后 它在里面注入了化学 炸药在电池里面 天衣无缝 我起鸡皮疙瘩 今天如果你来这边要 授权是三年前 步了这么长的线 最后在黎巴嫩这个地方 设了所谓的BB扣工厂 然后贴的是台湾的标签 你不是借刀杀人吗 我第二个疑问是老师 他为什么要从BB扣下手 而不是手机 手机不是更多人用吗 大家都知道 手机是网路 网路 网路来 以色列的电子通讯 太厉害了 它入侵网路 我告诉你 嗨进去 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不能用手机 那各位要知道 BB扣是什么 是无线电 无线电频率 那个就没办法拦截了 网路就很容易入侵 所以 他们知道以色列太厉害了 所以 曾祖党不用手机 智慧手机 全部用BB扣 就让 这个大布局 三年前就开始布局 取得我们台湾的logo 然后带黎巴嫩工厂生产 全部都埋伏下 先取得你的信任 这一批五千枚 前面出都没有问题 这枚五千枚新出 新出来了 新出来 终于在那边一系点爆 这个波台湾绝对不能背 无端卷入了中东 最血腥的互相杀戮 刚刚老师埋了一个梗 你说到底摩萨德在里面 增添了什么 动了什么手脚 可以造成 四千多人轻重伤 超过十一个人死亡 这么可怕的一个杀戮呢 所以我们在本节目 跟你解密 你可以上网去查 刚开始所有的 这个媒体都说是 锂电池爆炸 现在确定 他不是用锂电池 他用是三号减性电池 第二个 连纽约时报都说 他在旁边放了一个小炸弹 那我先给你讲 小炸弹会被检查出来 电池你要换电池 你不知道有小炸弹吗 那要藏在哪里呢 第三个就是 他用锂化合 这个混合物 进电池里面 那主要成分是PETN 是 它是最稳定的 很简单 大家知道我们平常讲 叫TNT对不对 对 TNT是黄色炸药 对 PETN是白色炸药 各位看 白色粉末 对 PNT 它六公克 就可以把飞机机身 炸出一个大洞来 是 这些炸弹会多绝 他把这个PETN 藏在鞋跟里面 他故意穿个很厚的鞋跟 把它放在鞋跟里面 他就说 这是盖达组织的成员 注意看 他在那边点 在那边点 然后乘客就给空中校也说 有烟味 有烟味 他就跑去看 一看他在点火柴 他很干什么点火柴 这很危险的 你过海外 不能点火柴 好他就不点 关火又有烟味 空中校一看 他又在点火 是 然后在点鞋子里面的东西 太奇怪 鞋子有什么呢 就是 这更厉害 你晓得吗 他带了三百克的PETN 在鞋子里面 所以他叫鞋子炸弹克 他带了鞋跟里面 好我先又问你 他为什么又点不来 这家伙有脚汗症 是 他紧张 脚一直流汗 是 脚的汗水 对 把那PNT跟乙性 又给潮湿掉了 所以美国人两次都为了潮湿 逃过一劫 时间点多敏感 911刚刚结束的一个敏感时间 还好 没有让他恐攻成功 不过如果照马老师讲的 这是三年前布了一场这么长的局 然后想利用台湾的这家金波罗公司 来借刀杀人 我们是绝对不肯的 谁犯的错 谁要负责 摩萨德 你回头来看 他可以布三年的线 为了要拘杀真主党 你就不难理解 他居然可以花两个月的时间 慢慢给你毒压膏 毒压膏 毒到后来 你一下子毒性发作七孔流血 我在电视上 讲了超过一百次摩萨德 摩萨德真的是天下武 最厉害的一个情报杀人组 拜托饶我一命 我刚才说 强烈怀疑 Town就是摩萨德 在台湾 运用我们台湾的公司 好 大家看 哈马斯领导人 史英成名 当作说第一个 是武装直升 无人机把他打的 对 第二个又说远禅飞弹把他打的 是 现才知道 原来他是知道他的位置之后 他的房间里面全都布满炸弹 知道他位置之后 远空遥控炸弹 棒一下就把他炸死了 你的意思就是摩萨德 摸进了史迪伊朗的境内 到他们的国宾楼里面去埋炸弹 这就是你讲 这摩萨德有多厉害 第一个你要进伊朗 要进他的国宾旅馆 要进他的房间里面 要把到处都弄了炸弹 还要知道他在哪个房间里面 哪个地方有炸弹 精准地把他炸死 好 那最厉害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 各位 我要给你介绍一个案件 这个人叫瓦迪哈达德 他策划了恩德培结晶事件 各位要知道 恩德培机长结晶事件 是以色列摩萨德救人之 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好 那当然我告诉你 在以色列字典里面 你敢截我的机 你只有一个后果 死 死 好 但这个人呢 他把自己保护得天衣无缝 完全不能动他 就跟这一次 BBCO世界一样 磨砂德搞清楚 他热爱吃一种巧克力 一定要买这种巧克力 磨砂德什么 他就去制造这种巧克力 在里面放毒 那毒 他这么 他放一个是 非常非常非常慢性的毒 这毒是检验不出来的 他不会一下把你毒死的 要让你慢慢吃 吃了 也不会马上发作 那你不会发现 而且还没完 他又把另外一个 引诱这个毒发作的毒 慢性毒 放在他的牙膏里面 牙膏我天天要刷牙 你要知道他喜欢用什么牙膏 你还要让他买你的牙膏 然后你还要把这个牙膏里面 毒检测不出来 就他用两种毒 互相 双管齐下 双管齐下 两种毒会互相诱发 你知道用了多少时间 才把他毒死吗 半年后毒发 他可以等半年 让毒性在身体累积半年 对 累积半年 最后被毒死 完全暗无声息 我告诉你 要不是以色列把他公布出来 到今天没有人知道 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瓦迪哈德是怎么死的 就想这一次 BBCO事件 如果汤姆 真是摩萨德的特工 他居然以色列从三年前 就开始看中 我们中华民国的厂商 就开始布局到今天 多么的可怕 中东冲突升级 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到 伊朗联盟旗下 最飘悍的头号小弟 珍珠党 对以色列祭出了 320枚的火箭雨 他们更预告 接下来要猛烈狙击 以色列的科技的金融的心脏 特拉维夫 以色列宣布紧急进入 48小时的紧急状态 这是伊朗联盟跟以色列 全面开战的前奏吗 但我们说 这恐怕只是逃打而已 为什么 以色列的精准轰炸 精准拦截 你看这画面 珍珠党无人机来袭 居然被摧毁成一团火球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背后是非常传奇 而神秘 而票悍的8200AI部队 有多厉害 事实上你在画面所看到的 这个由珍珠党发动的 这个所谓的火箭雨 我跟你讲 那个画面让大家觉得 非常非常的震慑 但是现在珍珠党的领袖 叫做纳斯拉勒 他居然讲说 你不要看我们打这个火箭雨 我不是随便乱打的 他说发表了一个最新的宣言 被外界解读之后 认为说其实 这个所谓的纳斯拉勒 他主要要告诉大家讲什么 你知道这个战争没有想要全面去冲突升级 甚至直接讲说 我告诉你 我这不是乱打了 我是针对所谓的情报基地 才是我最主要的目标 老婆我们再看一次 刚刚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火箭雨 你看整个要命的抛物线过来 空中还没落地 就炸成了火球 那说明什么 你看到没有 就这样炸开 通通被拦截下来 以色列的精准防守跟拦截 怎么这么准 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曾祖党现在讲说 他们其实在发射这个火箭的时候 是有精准打 那个瞄准到摩萨德跟所谓的8200部队 它你们的所在地 都被我曾祖党给掌握住了 可是你知道吗 在另外一个画面 居然发新社的这个记者 在以色列的北部 拍摄到这样一个情况 那个时候其实被人家认为说 是由曾祖党所发射的这个无人机 他飞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北部的 这个上空的时候 居然就被他的铁穹防卫系统 整个在空中给击落了 怎么可以这么准 无人机跟死神一般的 就幽灵一般的存在 你居然知道他要打过来 而且知道他在什么高度 直接把他打成火球 我问了 现在曾祖党摆明的告诉你 我要杀你的摩萨德 我要攻你的8200部队 摩萨德我是知道 8200部队是什么样的一个神秘的单位 我们很少这一串数字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你如果进入到 这个所谓以色列的8200部队去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自己国内把他当成什么 你知道你只要进入到这个地方 来部队服役的人 我跟你说 你就等于是我们在这个 以色列的哈佛 都是精英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们这个部队里面 他们的成员非常非常的年轻 据说都是在25岁上下而已 而且你进入到8200部队 你的服务的期间 大概也不过就四年到五年 可是他们在选训的时候 被称之为叫做精英中的精英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之前从各个这个高中 或大学去找你什么 成绩前两 这个前五名的这一种学生 然后你进来到部队里面去受训 你能够通过考核的不到十分之一 这不到十分之一的人 被称之为叫精英中精英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以解密 跟情报为主 所以被人家说 你如果进入到8200部队的人 不管你身处在什么地方 你只要有画面上面所看到网路跟电脑 他就可以入侵敌人的电子系统 甚至要做所谓的网路战 还有执行所谓的监听跟缆截讯号 你知道吗 以色列大家会觉得说摩萨德很厉害 摩萨德你看 可是他的情报有90% 居然都来自于8200部队 说穿了摩萨德是拳头 他的脑袋跟他的耳目 都藏在8200部队里面 对 那为什么在这个单位 会被外界所熟知 事实上过去 因为他们都是隐身在幕后 就被发现到当年 在跟这个叙利亚在作战的时候 8200部队曾经入侵到叙利亚的 雷达防卫系统 他做了一件事情 其实像我们现在 所有的所谓的防卫系统 都是要走电脑 对不对 你要进去去运算 然后去抓你的这个目标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8200部队 居然入侵到他的这个防卫系统里面 然后去蒙蔽了你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雷达搜寻的状况 得于把他的防空雷达戳了个半瞎 所以当你发现到说 我已经抓到你这个所谓的 以色列派这个军机或干嘛的时候 事实上我可能已经飞过去了 那有什么用啊 所以他限缩你这样一个能力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以色列的军队居然 直接去轰炸这个叙利亚 而且成功投资炸弹 还返回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基地 好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每一次的精准打击 或者刚刚看到的精准铁虫防守 背后都有8200部队的影子 回头你来看 这次哈马斯抓了狂 这次真主党抓狂似的 320枚的火箭羽 直接招呼以色列 以色列怎么可能是可以囤论的 看他用多大的力道去反击真主党 其实你可以看到双方现在 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 他有很多都是事先的 这有一个攻防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刚刚不是讲说有300枚的 这个所谓的火箭羽 是由这个真主党这边发射 可是在他发射之前 以色列事实上就已经有出动了 100架左右的战机 去袭击真主党 等等 他还没打我 我怎么知道他要打我 所以这后面就很尴尬了 是真主党现在出来讲说 没有 不是像你以色列讲的那样子 你根本没有摧毁我 但我回到 其实那时候以色列他说 他们派出了100架的战机 去袭击真主党的时候 还说他们命中超过40处的 这个真主党发射的这个地点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以色列军方讲说 你真主党现在把那个什么火箭弹 或者什么火箭发射 之后把它藏起来 对不对 对 他说其实没有 你一推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 你的车子一推出你的阵地 我就抓到了 我们看过真主党的地底的这个碉堡 碉堡会打开一个洞 只伸出那个炮管 那个炮管一通出来 我就知道 也就是说你们的任何动静 都在8200AI部队的眼皮子底下 所以以色列就说 我是提前发动这个所谓的攻击 他说我这个叫做预防性的攻击 而且他说我轰炸你数千个 你这个真主党的这个火箭的 那个飞弹的发射车你知道吗 结果真主党就立刻跳出来 说没有 我告诉你 以色列都吹牛皮你知道吗 他虽然说 他说什么 他有出动 有 我承认他有出动 但是他没打掉我数千个 他打到我几十个而已 不然我后面那300多个火箭雨 是怎么给打出去的呢 但你也不得不佩服 他可以预防性的空袭 这个8200部队 他如何扮演以色列 精准轰炸斩首的角色 我们来看看哈马斯 哈马斯地道也是四通八打 跟吐蕃鼠一样 通解的逃出来 就把你打掉 怎么可以这么准 其实你知道吗 在2023年的时候 以色列曾经去袭击哈马斯 那这集要分成两个部分 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在地道里面 事实上以色列 他也遇到一个很尴尬的状况 就是说如果我要大规模 去进行这个空袭的话 我有可能会被人家质疑说 你也会造成这个所谓的 一般民众的伤亡嘛 所以以色列在当时的时候 其实第一件事情干嘛你知道 他先做一个假动作 假装我地面部队要进去攻击了 所以这些所谓哈马斯的人 就躲在地道里面 可是你躲在地道里面的时候 事实上我早就掌握你地道的位置 然后我就怨中作憋 为什么要做这个假动作 就是不让你的人出来 因为你一出来就跟平民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之后 那完蛋了 死伤就无数嘛 第二个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这个在2023年 被视之为非常成功的 一个精准打击 那时候以色列的军队 透过一些情报搜集 认为说有一些在加沙地区 大楼里面 居然被哈马斯组织作为说 你是我的这个根据地 所以以色列当时就做了一件事情 说我已经精准锁定了 这几栋的大楼 可是我又避免 就是说有平民在这个地方 被伤情无辜 所以你知道他居然大胆做了一件 你从我想不到的事情 他提早一个小时通知 这个大楼里面来说 不好意思 我接下来一个小时之后 我要开始轰炸你 你赶快给我撤出 就没有想到当时 他锁定了这一栋大楼里面 你看好多天线对不对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天线 是因为有外国的这个 所谓的记者 在这个大楼里面办公 还包含美联社 所以以色列当时通知 这个大楼的时候就讲说 我这一小时要轰炸的时候 美联社那时候讲说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人都在这里面了 你这样炸我们不是 我不是团灭了吗 结果你知道以色列说我不管 我已经通知你一个小时又要炸 你要不要撤 是你家的事情 所以你就看到一大堆记者在当时 赶快把这个器材或干嘛 从大楼里面搬出 可是他们也要考验一件事 你以色列跟我说炸大楼是不是 你在画面上面手看 为什么有记者在那里拍 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在 那个大楼里面的记者 所以你说这一把火 这一坨烟 以色列说干就干 他就来炸了 你知道当时好多记者 在隔壁动得这个大楼 我就看你怎么跟精准打击 还在讲的时候 你会看到两枚飞弹就这样打下 而且告诉你我打这一栋 你会看到旁边那一栋完好五圈 可是我们就回来看 像你看到这个所谓 以色列攻击来攻击去 可是有一个美国的角色很重要 美国之前不是说派双航母 甚至双航母上面有F22中队 要到这个以色列去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礼拜的时候 他的这个所谓的航母打击群 才完整抵达 可是在这之前的时候 你就看到双方都已经开始在放话了 对不对 尤其伊朗在8月初的时候就说 24到48小时之内 我就要攻击以色列了 而且你知道吗 当时大家去推测 就说你林肯号 现在开到这个所谓的定位 对不对 可是他之前的时候 其实还在关岛附近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当时什么两艘航母会来 在中东外海作证 其实那时候根本还没到 所以美国千方百计 拖住以色列 你不要先打 等我到了你再打 换句话说 昨天25号 两边开打的时候 代表美国说 你可以打开绿灯了 我已经到了 因为我的这个所谓的战斗单位 已经就定部署了 而且你想想看 他当时先放话说 我的这个所谓的双航母 要来的时候 那你想想看 美国用多大的投射能力 把这些部队 用最快的时间点 送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 他当然现在觉得底气阻了 放手去打 但问题是 你不要想说你要放手打 你以为那个真主党 他们是吃素的吗 现在也被认为说 真主党他们自己本身 是所有在全世界里面 非国家的这样一个组织状态 但是拥有最强大火力的 为什么 他有多强 他非常多的武器 是来自于俄罗斯 还有中国大陆 还有伊朗 还有伊朗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真主党 这个所谓的P-800 二字反舰飞弹 也被认为说 这个很有可能是拿来 对付美国的力气 其实他这个所谓的反舰飞弹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 他这样飞上去之后 对不对 他投射到空中之后 然后点火 点火之后往目标飞行 可是当他要接近水面 这个目标的时候 事实上他以超低空的方式 来进行飞行 所以当他超低空的时候 你的舰上的 这个所谓的防卫系统 基本上很难去抓到 他的这个冲击 他是掠海飞行 让你侦测不到 然后他掠海完了之后 到接近到目标 才开始往上拉 所以往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 他距离水面 这么低的状态 甚至速度到两马赫 也被认为说 很有可能是针对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航舰里面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 那我们就可以回来看到 事实上 以这个所谓的黎巴嫩来讲 他自己本身 像这个伊朗革命卫队 也去扶植他们这个所谓的 内乱的时候 去扶植所谓的真主党 他自己本身在飞弹的数量 我刚刚讲 非国家组织里面 他居然有将近15万枚左右 太夸张了 强过多少国家级的 国防部的正规军队 而且你刚刚在画面上面看到 是他还拍给你看 你说我没有飞弹 我就拍飞弹给你看 你说我没有无人机 我就拍无人机给你看 他的无人机据称 也有所谓的2000架左右 而且最夸张的是 他还告诉你讲说 你以为我的这个无人机 是小小台的 飞不远是 没有 你看 我的这个飞弹火箭裤 直接拍给你看之后 他说我的无人机 最远的距离 也可以达到2400公里远之外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像现在大家把这个态势拉高了 美国虽然说 我的航母这些都已经开到这个定位 但问题是有没有可能 真正要到全面开打 如果真的全面开打的时候 你知道这可能不是单一国家 对单一国家这样的一个战争 美国如果卷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在中东这个地方 引爆世界大战呢 伊朗出动的无人机 清楚飞掠了罗斯福航空母舰的上空 就警告你 这一次是空拍 下一次难保不是自杀无人机 直接轰掉你 而昨天我们才说 乔治亚核潜舰震慑狼群 让伊朗不敢嚣张妄动 结果 夜门的胡塞武装组织 就连续三轰英国商船 马老师 中东这一仗非打不可了吗 全世界的股市金融市场 都在看12个小时之后 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 只剩12个小时啊 因为明天巴萨和谈 要端上台面 以色列跟哈马斯 明天面对面 face to face 去要签谈判协议 能不能话干戈尾玉帛 好 目前 以前人家认为 no way不可能 是 现在认为 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哈马斯新的领导人 是 他居然透过埃及跟卡达 放话给以色列 哦 我虽然是罪魁祸首 但这一次 我是真心愿意签的 那就安了啊 会不会签 是第一个疑问 对 更大的疑问在后面 明天签约 伊朗 曾祖党 哈马斯 胡塞组织 会做什么事情 你刚点名的 整个伊朗联盟啊 对 好 那 俊相我要问你 是 你下哪一个柱 伊朗 明天 就会打以色列 破坏 这个谈判 还是 他会 静观其变 打 打破坏 现在就 血债血环 现在就两种讲法 是 一个就明天 伊朗就打了 他破坏核弹 他更不要让你核弹 一个就说 伊朗 等你谈判过后 如果谈成了 我就不打了 没谈成 我再打 哇 这良相 哇 变数可大了 但是我告诉你 对 风雨欲来 这个风满楼 根本不平静 我跟大家讲 看这什么东西 这是以色列第二大人 特拉维夫 被 这是火箭弹的 这个颜色 看到没有 巨响 这个火箭弹 看到没有 哈马斯说 我干的 哈马斯 打到了以色列本土来了 不是 明天要谈判了 你今天打这是什么态度呢 那你谈判 谈真谈假的 对啊 谈真谈假的 所以第一个 这几个 这个爆炸 已经让谈判 蒙上了 第一层意义 第二件事情 美国空前施压伊朗 你不要给我妄动 是 你不要破坏 是 你知道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经过伊朗 你知道 多进 四十海里 对 四十海里是个什么概念 罗斯福上面 他护卫舰的飞弹 或者是他的战机 根本几分钟就把伊朗打了 是 对 好 然后 他亮箭 亮什么箭 F22来了 然后我的核子 潜水艇 对 来了 对 我后面还有林肯号航空舰群 全都来了 你伊朗还不乖乖的吗 乖个屁 伊朗说 老子不低头 马上秀出来 第一个 我在西部军区 是 进行军演 我的远洋舰队出航 是 然后我就给你看 我的无人机已经拍到你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 好了 我们看到的 这是什么画面啊 老师 这就是伊朗的无人机 对 拍的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意思就给你讲 我的无人机已经接近你了 我随时变成自杀无人机 哇 你看这个画面 就帮你打下来 这是罗斯福号舰队群 是 那意思 这个影片一出来 就是说温宜接近了 但是 他在这个照片里面 也弄了一段影片 就是他整个 飞过航空母舰上面 飞过航空母舰上面 但是美国说 后来的影片是伪造的 是2016年 他飞过 艾森豪号航空母舰的时候 所以不止一次 但是意思 虽然是假造的 不是假造 就是拿以前旧影片 但代表2016年 他的无人机飞过 艾森豪号的航空母舰 结果在签之前 更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真还假 就是五角大厦前顾问 麦格雷格上校 他说为了把胡塞组织的飞弹打掉 因为他对美国的船舰威胁很大 威胁太大了 派了一个70人的部队 去摧毁他 7人包括以色列特种兵 很厉害的 包括美国的雇佣兵 还有英国的部队在里面 摸进了叶门 要捣毁他的飞弹发射基地 但他们忽略一件事情 被他们躲了 所有伊朗 这个叶门都躲过了 没有躲过俄罗斯的卫星 被卫星抓到 他们行踪了 被俄罗斯的卫星 看得清清楚楚 后来呢 俄罗斯卫星 把这个东西 传给伊朗 伊朗传给胡塞组织 他好命啦 胡塞组织 在布了一个陷阱 是 这个上校说 对不起 70人有去无回 全部被歼灭掉 全部歼灭 对 美国以色列 吞得下这口气 就不晓得 万一是真的话 对不起 这事情在签约之前出来 这口气咽不下去 我跟大家讲 这次这个如果是真的话 就让我想起 以色列一项重大的挫败 就是安萨利亚伏击行动 安萨利亚一定要知道 是黎巴伦 一个黎巴伦 政治长占领区 而且我告诉你 政治长重要人物 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要经过 安萨利亚主要马路 以色列 他在1997年 把他真13 各位一定要知道 真13是以色列 最厉害的特种部队 16个人摸进了安萨利亚 他们要干嘛 要去斩首 不是 他把马路上 全部铺了扎样 你的那个重要车队 就一过来 我的炸药 就把你全部炸掉了 结果 讯息走漏 又走漏了 跟这次一样 这是俄罗斯 对不对 这个不晓得怎么走漏 他们以为是累贼 所以他们去的时候 要接近马路 还没埋伏 在个果园里面 就被埋伏中 而且运气真不好 第一个中弹的人是谁 就是负责 携带炸药的那个人 那些人一被打中 而且炸药被打中 砰一下 整个人粉身碎裹 炸药只能爆炸 16个人 当场11个人被击毙 以色列最厉害的 真13最厉害 11个人被击毙 击毙之后立即 打电话呼叫求救 说我们预服了 发一下 眼镜舌直升机 全部来救援 就眼镜舌直升机来救援 曾祖党要撤退 这场是一个 他们的实业派的 就掩护他们撤退 结果你知道 在掩护撤退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实业派居然把 来救援军医给干掉 真的假的 所以这一次里面 总共死了12个人 以色列认为 这任务太机密了 绝对不可能知道 只有内贼才会泄露 他有抓内贼 不敢出任务 结果最近 曾祖党的 这个 头子 才泄露说 你们这次 为什么伏击会失败 谁泄露的经理 没有人下漏经理 你们先派 无人机 来探勘 探勘这个地方 走了 我们居然 拦截到你们 无人机的录像影片 我看录像影片 我就知道 你要来这里干事情 我就在这里伏击 等在这里了 原来 黎巴伦珍珠弹 有这么厉害的科技武器 我可以把你 拦截下来 最 这一次是以色列 最伤心的一次 伏击行动 如果这一次被团灭 事情 大条了 所以 中东这场战争 倒数20小时 或老实说的 倒数12小时 非打不可了吗 我就问 不断不断的 伊朗联盟 天才火 以色列 怎么武装自己 我告诉你 我觉得美国人 老在里面想什么 我虽然避免战争 但这场战争 非打不可 而且还会持久战 最近最新的消息 美国决定 卖200亿美金的武器 给以色列 200亿美金 买什么 50架的F-15战机 最重要先进 中程空对空导弹 坦克炮弹 高爆压炮弹 破级炮 战书车辆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 居然美国把50架 F-15最新的 EX 进驻以色列 卖给以色列 炸弹卡车进到以色列 我们过去都知道 老师也讲过这个故事 以色列是全世界 最会飞F-15的国家 它会如何帮以色列 如虎添翼呢 简单讲 这个新的F-15EX 本来外号叫米格杀手 专门米格机的 现在新的外号叫什么 叫弹王 弹王 弹王就是 它可以携带12枚 空对空飞弹 对 24枚精准投资炸弹 除了弹王之外 它还有一个 独臂刀王 独臂刀王 它是全世界唯一 各位导播来看 这个照片 翅膀断掉了 还能够飞回机场 全世界唯一的一架 独臂刀王的F-15 这个太不科学了 怎么可能 简单讲 以色列拿F-15跟A-4 在空中模拟空战 是 以色列训练跟一般不一样 它模拟空战 真的打空战 就两机居然太激烈了 空中相撞 是 相撞 A-4的飞行员 弹跳升空 对 F-15 棒一下 各位看 机翼被弄掉 消掉了一半 消掉一半 都拍下来了 机翼消掉一半 刚开始仪表全部失常 然后它螺旋向下转 螺旋下转 因为它没有机翼了 这一定完蛋了 叫它跳伞跳伞 它把推力推大 推力推大 稳住了 飞机本来转了以后 就稳住了 稳住它一发觉 方向度跟升降度 都是OK的 分降度 它就开始飞起来 最重要的来了 以色列空间 打给麦克道格拉斯公司 说 弹机弹翼可不可以飞 那个麦克道格拉斯说 不可能 它飞回来了 世界上绝无可能 但是他就告诉他说 我们的飞行员 把F-15 飞回来了 五七报新闻的 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 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